大家好,我现在获得的消息 乌克兰的第八团特种部队 已经进入到顿巴斯地区 进行秘密的迫害活动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卡尔巴尖山第八团特种作战部队 这个团是以伊兹亚斯拉夫 也就是卡尔巴尖山王子伊兹亚斯拉夫王子的名义 命名的 是隶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 特种作战部队 它是第八团 一月初以来一直在接受北约强化军事训练 训练结束以后 该团的部队目前已经前往顿巴斯 该组织现在已经成功的掌握了 北约的破坏以及侦察的做法 现在顿尼斯克和卢干斯克地区的 军事情报人员反应 在该地区发现大量的检疫和一些典型的爆炸装置 但是无法什么分类 就是区别安装他们破坏者到底是北约的还是乌克兰 因为现在发现大量的检疫爆炸装置 使用的手法是和北约方面和北约部队使用的这种检疫装置一致 而和乌克兰方面不一致 所以它很难分清到底是乌军安置的还是北约的特种部队安置 就是说这个第八团 他们在北约培训受专业的北约人员 现代的专业的一些检疫爆炸装置 这些培训 那么已经完全掌握了北约的制式装备 以及相应的检疫爆炸装置的一些安装的流程 你可以看北约现在对乌克兰这个军事的培训 俄罗斯 你可以看俄罗斯明显的要求什么 北约不要部署在乌克兰 北约没有进入乌克兰 但是北约对乌克兰的培训实际上已经到位了 就是这些军事人员 他的这个爆炸装置的安放 已经和北约没有区别了 这些人员使用 第八团的人员 现在我了解 使用的是杀伤人员的地雷 PMN-2 POM-2 以及MON-50 原型破甲弹 OZM-70 破片地雷 还有带RGD的和F1手榴弹的半线 在乌洞地区大量的使用这种简易的爆炸装置 他们安装的这个手法以及复杂性 让当地的民兵非常震惊 非常专业 而且几乎是很难很难进行侦查以及破坏 是北约非常专业的手法 使用的这个MPE-72 以及MPE-NS型的保险词 很难被发现 第八团还接受了DRG 叫建立雷区的闪电快速行动的训练 这个是在顿捷斯克 卢干斯克 现在交战地区经常发生的 就是它可以迅速的在地面 铺设雷区 阻挡民兵的一些军事行动 这个让敌后的一些军事颠覆活动 这个让卢干斯克和顿捷斯克 当地的民兵叫苦不迭 有些军事行动它是临时性的 而临时性军事行动在展开之后 很容易遭受到小型的一些地雷 小型的雷区 这个雷区的袭击 导致它的一些军事行动受到牵制 而这些行动就是在乌克兰的特战第八团 它的北约制式化的培训之下 建立起的能力 这是让乌克兰现在东部地区 民兵非常头疼 他们还受到训练的 包括在雷区撤离伤员的一些训练 因为在乌克兰的这个东部地区 是没有军事医院的 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 进行自己的这个 检疫的 进行检疫的一些处理 那这部分呢 现在我了解啊 目前这个乌克兰第八团 还没有受伤 还有人员被俘的一个消息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自己可以处理一些 受伤的情况 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检疫的手术 甚至受过这种军医训练 医学训练 所以他并不是一般的士兵啊 这是特种部队 他不光可以破坏 甚至他还可以救援 救助 对自己人进行什么 包扎 外科手术 所以这也是非常震惊的 你可以看北约的这种知识训练啊 将乌克兰这个特种部队第八团 我觉得训练成这个超人一样啊 所以你想象 你想象一下整个北约 对乌克兰的这个培训 还有美国特种部队 对乌克兰的这个培训 我简单只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破坏 快速建雷区 还可以外科手术 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外科手术 你想想 到现在没有抓过活的 到现在也没有抓住过一个 像阴影一样啊 就在乌冬地区 像幽灵一样 2021年12月中旬呢 第八团啊 在北约的演习中啊 曾经参与过 当时呢 有过简短的报道 他们主要是练习在 顿捷斯克以及卢干斯克 城市条件下 进行这种特种作战 乌克兰特种部队呢 以有限的分潜队 最少的损失 占领了有条件的顿捷斯克 北部部队建造的叫 乌本斯多夫训练营 这个乌本斯多夫呢 位置呢 是机密的 这个位置呢 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现在我要的应该是在顿捷斯克 北部地区啊 那现在乌克兰特种部队呢 在德国和立陶宛特种部队的帮助下 在顿捷斯克组织一场 亲乌克兰抵抗运动 演习结束的最后阶段呢 乌克兰使用了美国标枪 反弹和系统等手段 击败了部署在顿捷斯克的 俄罗斯军队 这是演习的一个经过 根据演习呢 装备特切二的俄罗斯军队 大型摩托化步兵部队 全军覆没被圈奸 目前我没有获得 这场演习的相关视频啊 但是现在来看呢 我只获得了一部分的照片啊 从这个照片里看呢 第八团就封面上啊 第八团 他的这个演习 还有他这个士兵 你看这个团企也在 这第八团的士兵啊 应该都是乌克兰特种部队 白里挑一的 所以呢 我相信啊 在这个演习里面 他们应该使用了 这个美军以及 北约的制式武器 确实给俄军造成了重创 而且呢 该团呢 还制定了啊 乌克兰特种部队 与乌克兰空中啊 空中力量 也就是乌克兰空军之间的互动方案 这次演习呢 没有公布啊 与乌克兰空军相关互动的 这个情况 没有通报 我了解呢 突袭的第八团突袭啊 顿捷斯克与卢干斯克的 城市巷战时期啊 呼叫了空中支援 包括空中的散将 以及对地面给予火力的支援 包括紧急疏散 被击落 以及坠毁的乌克兰飞行员 就是对乌克兰的飞行员进行这种 城市战的营救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啊 叫马克拉罗什上校参观了乌克兰 在这次演习中的所有的行动 那里边没有证实有没有美军参与 但是美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 马克拉罗什上校啊 在现场观摩 那2018年时候啊 这个乌本斯多夫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第八团秘密的驻地啊 曾经扮演了乌克兰城市的决策啊 参与了北约的军事演习 该城呢 在演习中啊 被想定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欺击 演习期间的一个乌克兰的特种作战 连队组织的城市的防御工作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呢 封锁了通往该市的通道 那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演习的 其余的特种作战部队 成功控制了机场 那实际上这个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 第八团啊 这个特种第八团 它呢是14年春天啊 由这个第八赫梅利尼茨基 第三基罗沃赫勒德独立特种团 以及第140特种作战中心 合并而成的 一起并入的第八特种作战团 那它的常驻地呢 在伊甲斯拉夫市 这个地区呢 是在赫梅利尼茨基基地 是由三个特种作战团合并而成的 这个团的编制啊 在乌克兰基辅的军区方 一直特别受关注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来自这个伊甲斯拉夫的特种作战部队 拥有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最先进的战斗能力 最强的战斗力啊 特别是啊 这个特战第八团 此前曾在顿巴斯成功的 冒充这个爱尔达尔营的士兵 爱尔达尔营大家知道是地方武装啊 这些特种作战部队呢 他们曾经穿着这个爱尔达尔营的士兵的这个服装 冒充爱尔达尔营在乌东地区 特别是啊 卢干斯克顿涅斯克啊 搜集情报 并成功的全员返回 没有被抓住一个 也没打死一个 当时也震惊了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的情啊 情报机关啊 随后呢 他获得的情报呢 也给俄罗斯啊 以及顿涅斯克卢干斯克相关的防御啊 防御设施以及车辆造成了巨大损失 后来的乌克兰的一些反击 就是依照这次获得的啊 情报 对俄军啊 对顿涅斯克卢干斯克民兵进行了反击 战国也是有的 所以你看这支第八团是现在乌克兰最神秘啊 实力最强的一个团 我现在把我现在获得乌克兰的情况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现在咱们中国媒体啊 很少了解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有这个渠道 我说我先把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团呢 在我看来是非常神秘的 有一些这个 他的传说啊 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传说非常神秘的 说这些团里边的很多人呢 不是乌克兰人 是美国国籍 还有加拿大国籍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裔的 加拿大人和美国 有这么说的啊 那第八团的技能呢 呃 检验了该团过去的战斗经验啊 是该团的过去战斗和经验的一个检验结果 这个团的当时呢 实际上在苏联时期啊 就存在 当时是苏联总参谋部啊 格鲁乌 作为第八独立特殊目的旅啊 在乌克兰的一个分治 他是前身是格鲁乌的 那么格鲁乌当然知道啊 是俄 是什么 是前苏联 也就是现在的俄联邦 总参情报局 就是搞搞这个特种突袭的啊 特种部队 他是前苏联格鲁乌的啊 第八团一个分支 那么他呢 也就继承了前苏联的这种特战能力 1968年 他是在参与了捷克斯罗伯克的多脑核行动啊 捷克斯罗伯克 在阿富汗战争中啊 1989年4月啊 这个团呢 在蒂比伊斯建立 苏联当时在89年啊 在出兵蒂比伊斯啊 这个团也参与了 1990年1月呢 这个团被部署在巴库 后来呢 苏联解体啊 这个团被划在乌克兰 武装部队管辖范围内 该部队的人员呢 作为北约的辅助力量 也就是参与了这个北约的军事行动啊 曾经驻扎在阿富汗 伊拉克以及其他啊 这个苏联周边的一些热点地区 这个团的领导人呢 前任团长呢 是奥列格内恰耶夫 他呢 是参与了伊拉克战争 乌克兰军队实际也和北约军队一起啊 参与了伊拉克战争 19年呢 退休 他在18年时候获得了波克丹啊 赫梅利尼斯基勋章 这是乌克兰的最高军事勋章啊 表彰他在杜马斯战争中的表现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团的指挥官呢 叫 格里高利加拉干 也就是封面上这位 这是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啊 这个团啊 团长的这个介绍 加拉干少将 他现在直接负责顿巴斯行动啊 那么他现在倒没到这个顿巴斯后方 现在很难啊 很难得到消息 这个团非常神秘啊 那现在我了解呢 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情报部门公报啊 那么在啊 顿涅斯克以及啊 亚兴诺瓦塔亚 格尔洛夫卡等地啊 都发现了第八团啊 进行袭击的痕迹 那加拉干呢 也是前苏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一个指挥官啊 他曾经在苏军中服役啊 那么他呢 苏联解体后啊 他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了解呢 他是狂热的美国亲美啊 亲美分子 他呢 大部分时间呢 都在研究美国的特种作战经验 而且专门为此呢 学习了英语 他还专注于心理战 以及啊 这个包括假期行动啊 等等一些这个成功案例啊 他都进行了研究 加拉干呢 还利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啊 一些这个热点地区的成功的军事 军事行动的经验 总结出一套啊 是于乌克兰国内的特种作战的方法 他的这个偶像是谁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乌克兰媒体介绍啊 这个加拉干呢 第八团的偶 他这个领导人的偶像是 古斯塔夫曼内海姆 古斯塔夫曼内海姆 要是军民 你自己可以去查查这个人啊 古斯塔夫曼内海姆 所以这个加拉干呢 实际他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就不用我多说了 这个第八团现在呢 已经开始在顿巴斯地区 开始搞破坏了 再加上乌东地区 大量的军事装备的集结 所以我说啊 这个顿巴斯战争只是什么 一个实践问题 大规模的进攻 就是这一周到两周时间 北京奥运会前后 我呢 把我获得的乌坎 现在一个最新的情况 给他介绍了一下 希望通过我的介绍 大家对乌坎 现在东部地区的一些情况 也有了解 再加上乌坎 感谢观看